男人的舅舅17年前被卡车撞到昏迷不醒 就在今天 舅舅醒来讲着奇怪的语言 男人心想看来脑子变得不太正常了 这是舅舅自称在 一世界格兰巴哈马特待了17年 这可让男人无语了 这男人叫做静雯 舅舅竟然要证明去过一世界 他对着旁边的水杯念着咒语 并且毫无反应 静雯无奈表示要放弃抚养舅舅 一家人因为舅舅昏迷早已分崩离析 话讲到一半 没想到桌上的水杯竟然飞起来了 原来这边要用日语发动啊 舅舅问他 刚是不是讲了什么商人的话 静雯连忙否认 问刚登那是什么 舅舅说是魔法 并询问起电子游戏公司 是家如何了 静雯表示 是家老早就退出市场了 现在是索尼和任天堂各战半壁天下 这让舅舅当场遭受打击 并念了断 消除记忆的魔法 遇到难以承受的事情就会使用 静雯不禁吐槽 就为了是家 舅舅把一个本子递给静雯 里面讲述在世界遇到的难过事情 这一看 让静雯当场下跪 哭着要舅舅把他的记忆消除 原来是家的事情 对舅舅是这种级别吗 一周后舅舅出院 静雯决定用舅舅的力量来赚钱 总之先上传影片到YouTube 靠着广告收入赚到了6万日元左右 静雯把舅舅带回合租的公寓 与世界脱戒17年的舅舅对周遭事物几乎没有概念 静雯好奇舅舅在意世界的同伴都是些怎样的人 舅舅说自己17年来几乎都独自一人 一世界的人既是些帅哥美女 刚开始穿越到一世界 还差点被当成兽人压肿 狩猎掉 还有一个特别具有攻击性的人 每天不是缠着他 就是骚扰他 无论他干什么 都对他进行人格否定和辱骂 明明把他从魔物手里救出来 却连道谢都没有 还说能和你这种兽人恋相处 不脱的也只有我了 最后他找个城镇 把他甩掉跑了 静雯突然意识到不对 这根本就是妖娇啊 舅舅表示回来有网路WiFi真不错啊 刚回来的舅舅对网路梗充满不解 面对冷嘲热讽的留言没有抵抗力 舅舅想要买这个2G手机 经文说现在技术革新都是智慧型手机了 舅舅表示还是喜欢按键的感觉 说到技术革新 自己在一世界也用过 用讲的太麻烦 舅舅直接用魔法打开脑海中的画面 在过度砍发而缺水的村庄 利用现代科学和魔法 做了能出水的湖 静雯认为舅舅应该受到了村民的尊重与感谢吧 舅舅说并没有 他被当成一教徒 差点被吊死了 这时有人上前来救他 就是舅舅口中骚扰他的人 结果舅舅头也不回地跑走 没看到妹子的脸 静雯气得垂中 舅舅以为静雯士气 第一视角太晃了 并改了摄像镜头 静雯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想看看刚才的人 注意看不得了 多么好的人 还是个美女 这时电脑上的手机拍卖提醒跳起 时间所生不多 静雯问查运费了吗 结果舅舅手一滑 下单完成 手机1600日元 运费则要2000日元 如果面交可以免运 沉默的舅舅直接往窗户外跳 吓得静雯往外看 舅舅使用魔法的力量 飞去拿刚买的手机 免运的下单能力也太方便了 想拆包裹的静雯 跟舅舅借刀一看是把屠龙刀 舅舅解释这是收纳魔法 还有很多稀奇贵金属 像是人与眼泪化成的戒指 在意世界这枚戒指能抵一座城堡 但是在日本当铺被说只值50日元 静雯聊起舅舅的恋爱话题 舅舅回答的近视游戏相关的人物 静雯问他 在意世界有遇到什么好女孩吗 舅舅交出影像 他从怪物手中救了三人 姐姐一脸赴死把手伸过去 他说后来好像被哥布林什么的袭击 并掉下了悬崖 清雯看着身后偷偷摸摸的弟弟俩 似乎懂了什么 舅舅差点死掉的时候 傲娇妹子把他给救起来 舅舅为了还人情 递上了一枚戒指给他 妹子瞎得爹坐在地 舅舅以为他不要 结果妹子最后还是说要 清雯感觉舅舅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结果舅舅竟然把戒指拿去城镇换钱 并给了妹子两大袋的钱 清雯心中吐槽 这是什么钢铁指南 舅舅还说后来妹子还是继续缠着他 可能是看上他的钱 清雯不禁佩服妹子内心坚强 最后他们把一世界的刀收了回去 这下可来了影片灵感 芯片获得播放数200万 这天舅舅的星座回想不高 并念着可不能再乱花钱了 并拿出了自己在拍卖网买的商品 是家游戏排行榜的书 当时身处于世界的他为了看到结果 活下去的动力都寄托在里面了 静雯心想着就为了这点事 看到第一名是从电脑上移植过来的美少女游戏 静雯说听上去好像不是个很好的结果 舅舅表示并没有怨言 就是有种平时硬派作风的男同学 最后拜倒在女孩裙下的寄聊感 说着舅舅就飞到雨中 激动的喊第一名应该是格斗游戏的守护英雄 为什么他最爱的游戏只有197名 冷静下来的舅舅终于回来了 静雯说第二名是 是家的原创RPG游戏 TCHRPG 舅舅在一世界也有类似的展开 说完便把影像给叫出来 一开始村长把他当成万兽人去赶他 后来发现是误会的村长 说村子西方传说中的摩颜龙复活了 为避免村子销毁 希望舅舅能够帮忙 能打败摩颜龙的武器 只有村子里兵制一族代代相传的动神剑 但是那一族的位翼有点积少 门一打开 四周寒冰刺骨 眼前的女孩叫做梅贝露 如果不能溶解他心中的尖兵 动神剑的封印就无法解除 女孩说 小时候在马鲁克山顶 看到扑啊扑啊的花 好美丽啊 这时舅舅头也不回的走掉了 直接跑去打倒了摩颜龙 静文认为 剧情不该是这样吧 不是应该去马鲁克山顶 给女孩踩扑啊扑啊的花 舅舅表示 对这方面感到苦手 反正村民们 能免于摩颜龙的威胁就好了 就在这时 门外有快递上门 试试加油戏机 和游戏二事件套装 原来静文想买给舅舅当惊喜 虽然刚说过 不随便浪费了 舅舅跑出来问他是什么 静文把游戏机拿出来给他 没想到 舅舅一脸惊恶的表情 静文也不知道 这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并又拿出了 守护英雄的游戏软件 舅舅生日快乐 舅舅扯出了一个爽浪的笑容 静文心想自己起人忧天了 对舅舅来说 是家的主机 不可能是浪费 晚上两人走在路上 大家都跑去跨年了 激进了那街道 让舅舅感觉像被外星人蹂躏过的地区 雕士和一世界的跨年 还是很有区别的 回家后舅舅拿起刚买的漫画杂志 想体验边跨年 边看漫画的感觉 静文问他17年没看了 不会看不懂吗 舅舅说乌龙派出所 什么时候看都能跟上 静文说乌龙派出所已经完结 舅舅吓啥了 那也是能换完的东西嘛 比起漫画 静文想听依世界跨年的话题 舅舅打开画面 舅舅为了过冬 向众神举行的感谢活动 这天领主会招待大家丰盛的食物 在这热闹的日子里 舅舅依旧孤单一人 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回到了旅馆 故事草草结束 静文问之前的傲娇妹子 去哪了 舅舅说那家伙不在 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的静文 替来玩游戏好了 这时舅舅突然说 活动结束后 美贝露重来她房间 瞬间静文关掉了主机的电源 继续说那个 快点 舅舅只好再次打开画面 美贝露认为自己 成天窝在家里很没用 问怎样可以变得 跟她一样强大 舅舅告诉她 只要照自己的想法 活着就足够了 自己这始至终 都是市家的用户 难道你要通过别人的评价 来决定买哪款游戏吗 被打动的美贝露 决定继续家里蹲 并还想把动神建给她 结果她以太平为欧拒绝了 看完的静文 失落地站起身 踢来吃跨年乔卖面 静文问舅舅 学生时代都怎么过年的 舅舅讲 看电视节目笑一笑又何妨 静文说那个也没有了 就这样 两人聊着电视节目 度过跨年 新的一年早晨 女人走在街头 看到自言自语的舅舅 以为是个怪人 嫌弃地离开 这是静文在身后 叫住她 这女人叫做腾公 她是静文的青梅竹马 据喊一番 静文邀请她来家里坐坐 腾公表示 回家放东西就过来 静文把地址发给她 她顺着地址 来到静文家里 此时舅舅从窗外进来 两人就这样站在原地 舅舅眼看魔法暴露了 冲上前 就要使出消除记忆的魔法 静文及时把两人拉开 表明是她的朋友 舅舅直接跪在地上 我家静文承蒙关照了 这时静文郑重向腾公介绍 这是从一世间归来的舅舅 目前还是位魔法型YouTuber 腾公不信 要她露一手看看 舅舅表示 自己视频播放 也有两百万观看 免费的实在有点不妥 一旁静文也点头认同 气得腾公叫她 别把静文的人生给带偏了 这时舅舅发现 妹子是喜欢静文啊 腾公连忙否认 连静文都表示 百分百不可能 舅舅很是自信 毕竟初中的时候 可是看过EVA全集 静文压抑 她竟然看过EVA 舅舅说 当年EVA的弹众商也有世家 静文心想 原来到头来 还是世家吗 这时 她提到里面的角色 明日香 静文震惊 舅舅就要察觉到 傲娇的概念了 这下连精灵小姐的感情 都要被察觉了吗 结果舅舅竟然说 明日香喜欢的世家之 众人无语了 腾公要舅舅 别再胡说八道 这时 舅舅又说起一个女孩 被敌人夺去自我的故事 没想到 腾公竟然出动了 这时静文提醒腾公 那只是游戏而已 腾公站起身 要她适可而止 这时 舅舅光速跑到腾公面前 用魔法得知 腾公先时洗澡 还换了衣服过来 腾公害羞连忙否认 这时门铃声响起 腾公问舅舅 到底是什么人 舅舅说自己 只是个普通的大叔 从一世界回来的那种 说完门外的快递 喊着有包裹 腾公趁舅舅去拿包裹 向静文说 赶紧断绝关系吧 房租吃紧 他可以帮忙付的 静文以为腾公 要跟他喝租 腾公顿时羞涩起来 静文突然想到 舅舅也要住啊 这时 腾公脸都僵了 一旁快递问 什么东西这么重 原来舅舅买了 15公斤的大米 此时在这屋内 感受到了两个人的杀意 这天静文跟舅舅说 腾公会来家里 舅舅表示 腾公是个好孩子啊 请文心想 他还要我跟你断绝关系呢 这时他们收到一封邮件 是一封关于YouTube的新政策 广告收益需要达到 4000小时及订阅数1000人 4000小时是轻松达成了 问题是舅舅的频道订阅 只有800多人 实在不懂 为什么订阅那么少 结果看到 有观众留言称赞 合成影像真厉害 舅舅纠正他是魔法 这下静文终于知道原因了 就是放这些垃圾回复 粉丝才会跑光的 舅舅表示很委屈 这次的危机 让舅舅想到了一世界 那是都市的防御节节被剖开 引来了上千头 传说级的魔兽 明明在这紧要关头 为什么要在这时候 述这么有趣的话题 可恶 好想听啊 舅舅叫出了画面 虽然说是巨大节节 但究竟是在封印什么呢 好叫妹子出现 难道你连智力 也和兽人一样吗 周遭听到兽人 纷纷躁动起来 妹子表示大家冷静 如果她真的是兽人 就不可能在这节节生存 妹子解释 这座都市的西方 为了封印 身处在外的神话级魔兽 并展开了大规模的结界 表示这种规模的结界 不可能轻易被打破 这时舅舅直接一招 往天空上开了个洞 经文都看傻眼了 现在是什么操作 舅舅表示 想试试看硬度 怎料就破了 眼看魔兽们步步逼近 这样下去 势必会有很多牺牲者 妹子亮出武器 瞬间周遭发出了紫色闪电 说着舅舅真是个 笨手笨脚的笨蛋 要她快逃 就往魔兽冲上前 突然结界出现 把妹子撞的掉在地上 外面的魔兽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舅舅早就向 姐姐的精灵拜托帮忙了 人民高声欢呼得救了 不过有人指出 刚刚好像看到什么闪光 难道是被魔兽破坏结界吗 大家都看向舅舅 觉得他就是最大嫌疑人 就在这时 妹子为舅舅结尾 把自己的传说级装备 掉在地上 向大家解释 就算是传说级别 也已经为古董物件了 众人听完认为 结界或许是一样的 毕竟也都几百年 没有维护过了 这时大家的吸引力 也不放在舅舅身上 舅舅问妹子 为什么不说结界是她破坏的 她只是羞涩地说 今晚请我吃饭 结果舅舅连夜跑走了 认为一开始答应妹子 就会永远被她敲诈 经文看都傻眼了 不禁吐槽 你是有多不相信人啊 这时舅舅想到 自己在一世界 拜托结界精灵 那订阅数 就拜托网友们吧 并把事情经过 写在评论区 经文可不认同 她觉得互联网是很可怕的 向他们示弱 可是会被攻击 没想到 大家纷纷帮忙舅舅 订阅数不断攀升 原来充满善意的网络世界 还是存在的 很快订阅数也满一千人 危机解除 亏疚的经文 就这样坐在地上 来拜访的腾公 看得一头雾水 腾公说 这不就是啃老族吗 YouTuber真的能算是一个职业吗 舅舅一脸见着表示 这是商业机密 原来腾公希望 舅舅能够离开静文 因为如果他在这里 就没机会和静文 展开同居生活 舅舅听完 问腾公不如住这里 反正他可以睡在地板 静文认为有点不妥 而且空间 也没有那么宽敞 这是静文一看熟悉 今天无糖果酱 只要198日元 说完就离开了 现场就剩下 腾公和舅舅 舅舅明白 腾公对静文的心意 但是静文却只把他当作朋友 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吗 可以跟我聊聊我 腾公立刻拒绝 舅舅表示自己 好待与喜欢的人 有过上百次接触经验 腾公对于人生经验 只有游戏的舅舅 实在无话可说 舅舅站起身 离去前说着舅舅的话 就不行吗 腾公想 是不是说得太过头了 追上去 想跟舅舅道歉 结果门一打开 眼前的人是哪位 妹子声称 自己是静文的舅妈 她还穿着舅舅的衣服 说舅舅只是去了洗手间 舅妈表示 舅舅不能聊 那我来陪你聊 说吧 就在此时 静文回来了 腾公说 舅妈要跟她恋爱咨询 静文上前故意说错 游戏内的名字 这是舅妈立马糾种她 没错 眼前这人 就是舅舅 既然会用这种魔法 在一世界变脸不就完事了 舅舅反驳说得容易 人变了 心里也会跟着改变 如果不是要紧的事情 可不会随意改变 静文不禁吐槽 就为了恋爱话题 算了 总之先用现在的样子 去玩游戏实况吧 游戏就玩守护英雄 舅妈立刻说好 一旁的腾公还在疑惑 现在是什么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 上传好影片的两人 赶紧来招待腾公 舅妈提议 不然就来看 腾公和静文初次见面的时候 画面出来 天文向腾公解释 这是魔法 腾公还是不信 这肯定是全息投影吧 两人看他依旧不信 只好说是用这台 索尼的手机投影出来的 结果腾公竟然信了 映入画面的是一个小孩 还问静文 有没有小黄叔 还朝他慧全 这时舅妈问 腾公人呢 这脏兮兮的臭小鬼是哪位 静文说 这就是腾公哦 腾公自己都傻眼了 我以前是这样的吗 不应该是那种 酸酸甜甜的青梅猪吗 舅妈表示 腾公这样是不行的 打妹打妹 亏静文能认得出来 现在的腾公 静文说 肯定认得出来啊 毕竟这就是腾公吗 舅妈心想 原来外表不是问题吗 没想到身体的影响 这么快就影响心理了 这时舅妈想到 刚刚的影片 影片中 只看到舅妈的身影 等等 为啥都没有拍到游戏画面 这种东西 有人看吗 一看震惊了 观看竟然有20万 底下留言都夸可爱 甚至有人说 把游戏机拿开 超级火爆 静文大喊 比起垃圾大叔 这年头 果然还是得看虚拟YouTuber 现在是 美少女批套时代 酒妈大受打击 气得都变回舅舅了 腾公大惊失色 出现了一张恶心脸 这天三人在看 小学生时期的静文 两个同学调感他 带小黄叔来学校 静文感到相当委屈 就在这时 身后的腾公 拿走了书 就这 你们也称小黄叔 吓得两人话不吭声 静文跟舅舅觉得腾公也太帅了 旁边的腾公面如死灰 他拿出手机里的照片 表示初中后 就变得像女生了 舅舅看着两人一起的照片 拿起自己的索尼手机 开始拍照留念 一旁腾公说 如果想要图片的话 我能发在你的手机上 舅舅说这手机不能发邮件 也不能打电话 腾公疑惑他平时 都怎么跟静文联络的 舅舅正考虑用狼烟或使旗帜来联络 腾公心想这里是中世纪古堡吗 这时腾公发现 咖啡很好喝 静文说 他从舅舅那里 收到20岁的生日礼物1万元 并买了咖啡机 核心的咖啡道 腾公震惊 生日礼物竟然是钱 舅舅不知道年轻人的喜好 腾公觉得只要是 用心准备的礼物 都可以吧 舅舅说 送富有电视信号接收器的 GameGear组合呢 两人一致觉得不太行 腾公想到是 静文的生日礼物 用手机传了初中的照片 沉默一阵后 静文竟然呼叫了Siri 问如何删除 聊天讯息中图片的方式 腾公大受打击 为什么要杀 静文表示 某方面来说很危险啊 会被抓的那种 这是静文的手机 传来咖啡豆特价讯息 说自己去买点回来 就出门了 舅舅指出 腾公豁出去的泳装照 在吸引力上 输给咖啡豆特曼 腾公拍起桌 激动想要解释 舅舅一个重心不稳 眼看手中的杯子 就要倒在腾公身上 直接释放了冷却魔法 腾公觉得自己要被冻伤了 这时舅舅打算用火的魔法 腾公吐槽 别用魔法了 舅舅提议 去冲个热水澡吧 先出门回避 两小时了 在换衣服的时候 腾公心想 如果静文看到他的裸体 对他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 说曹操曹操到 刚回来的静文 就这样拉起帘子 腾公裤子都还没穿好 直接蹲下尖叫 静文急忙道歉 就脸红的跑掉 腾公看到静文的表情 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想到舅舅晚点才回来 便来到静文房间 静文向他道歉 被朋友用这种眼光看待 很不舒服吧 腾公仅穿着一件衬衫 湿漉漉的坐在一旁 腾公说 自己反而很高兴的 这时静文流下了眼泪 腾公 你从以前开始 就一直很温柔呢 我会负起责任的 这时舅舅冲了回来 说窗外的旗子显示为紧急状态 原来静文用旗子联系了舅舅 通过摆放位置不同来判别状况 静文说不小心看见朋友换衣服的清景了 希望能消除他的记忆 腾公一把抱住静文 扇什么记忆 我又不讨厌 静文哭着说 你真是个温柔的人 这么保护我们的友谊 一旁的舅舅看到新买的咖啡道 打算来泡咖啡 这天腾公20岁生日 跑来静文家里 开啤酒庆祝 舅舅送了自己的座右铭给腾公 危机极为转机 无论在什么处境 努力抗争到最后一刻 才是最重要的 静文觉得此话 从一世间归来的舅舅嘴里说出 相当有说服力呢 舅舅想到两人也都到了 合法饮酒的年龄 想到自己也是在20岁的时候喝酒 画面打开 两人震惊 这模样是20岁 舅舅真的是没什么改变呢 这时傲娇妹子也现身于当晚 量力的姿色顺势成为众人的焦点 腾公一货这么美的人 确定是舅舅的跟踪狂 怕不是反了 傲娇妹子走上前 就问舅舅为什么要逃跑 姐姐不是都修好了吗 舅舅把食物往她嘴里塞 希望她能够帮忙保密 她不解舅舅为何这么强 舅舅表示 只是不断努力练习战斗 三年前 她第一次遇到舅舅的时候 明明没受过什么训练 就把魔毒龙给打倒了 舅舅连当时的魔兽 叫什么都不知道 她和质连情报都没有掌握 就去挑战 根本是不要命了 舅舅反驳当时一心想救她 那也是没办法的 这句话成功堵住傲娇妹子 问舅舅该不会拿刚刚的话 骗其他女孩吧 舅舅提到 打败魔烟龙的时候 有被好好感谢一番救世了 听完当场把啤酒喷出 难道舅舅被冰之一族给承认了 舅舅说没有用动神剑就打倒了 妹子不可置信 魔烟龙全身包覆着魔烟鳞片 除了用动神剑 可没有其他方法能够打倒 舅舅表示以火攻火 也是能造成伤害的 以为她不相信 当场拿出封印魔烟的瓶子 舅舅认为她 一开始就没想着会赢 危机极为转机 陷入危机时 即使是一点波动 也有可能逆转 无论何时 用不放弃 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她在 普悠普悠攻略里面学到的 两人无语了 居然是从攻略书里面 领会人生的吗 说着 舅舅就跑去玩 噗哟噗哟三了 你们看你了 就过来玩吧 结果舅舅竟然 邀请傲娇妹子 去看旅馆的房间 自顾说着 就拉起她 一路抱着她走在街上 两人都看傻眼了 难道喝醉后的舅舅 原来是肉食系吗 这时舅舅跑过来 找他们打游戏 经文堂塞舅舅 一款单人游戏 又回来继续看一下 画面中的舅舅向她说 辛苦的时候 有你撑着实在太好了 妹子羞涩起来 原来自己一直是 她内心的支柱吗 到了房间门口 妹子表示今后 也会继续成为她的支撑 舅舅说到今天就够了 谢谢你陪我回来 说完就把她晾在门外 没想到第二天 妹子要跟她去迷宫 经文不禁佩服 她坚强的内心 这时腾宫让她看眼角 明显的红肿 肯定是昨晚哭了 连腾宫都为妹子感到难过 一把喝起了啤酒 要舅舅也喝 起料一口就醉 看来酒品不太行啊 上宫逃跑似 说自己先回家了 舅舅一听 我送你回去吧 用风的魔法 把他们飞起来 三人就这样 在高空上飘着 两人决定今后 不让她喝高浓度的调酒 一世界还有后续 两人在迷宫 这时妹子中毒 舅舅帮她吸血 又是揉肚子 收不了的妹子 一脚把她踹晕 两人吐槽 与其说是毒药 不如说是某种兴奋要记 这时画面黑掉 舅舅解释 那是她头上的视频效果 戴上去就读取不了记忆了 没想到她小奇道 隐藏解读方法 这时腾宫说 我也想来一份给经文 这天腾宫提议 用职业棒球赚钱怎么样 以舅舅的魔法 肯定能投出 时速1000公里的球 年薪就能拿到手软 这时舅舅提起 高中看到玩棒球的那些人 因为知道 他们每天都在太阳底下挥洒汗水 所以她不想用作弊的手段 来践踏他们的汗水 毕竟她在异性战事上 也同样挥洒着汗水 所以她能够理解 一旁两人觉得 这种理解就不需要了 舅舅提起棒球的用语 也是很多呢 像是封杀 触杀之类的 这让她想到在异世界 有差点被暗杀的经历 并召唤出了影像 那天她攻略完地下迷宫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经文发现 这人有点熟悉 在舅舅破坏了都市结界的时候 还有跟精灵小姐在一起时 也有出现 难道这人一直跟踪着舅舅吗 只见神秘人亮出她的镰刀 并动住了舅舅的脚 朝着她冲了过去 本想出手的舅舅 又收回了道 因为她认出眼前的人是梅贝露 压在她身上的梅贝露告诉她 多亏了你 没用动身剑打倒魔眼龙 现在她从这任务中解放了 舅舅听完还在为她感到高兴 两人吐槽舅舅 真是一点都不懂反讽啊 梅贝露问她 为什么不拔出武器 身为常辈人投射杀意的舅舅来说 她在梅贝露身上感觉不到杀意 这时她察觉到梅贝露脸色不好 有好好吃饭吗 梅贝露听到这句 心中的委屈顿时涌上心头 坐在舅舅身上就哭了起来 她明明知道这不是舅舅的错 说完就晕了过去 最后就把梅贝露搬回旅馆 此时梅贝露醒来了 舅舅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在老家多吗 梅贝露说回去时家里被当财火砍了 村长告诉她 以后要自食其力 如果不愿意的话 就由村里饲养 最后她选择用动神剑 把村里的人搅动住 在他们脖子上 滴了水滴后就逃走了 现在她已经回不去了 舅舅震惊 这执念也太强了 舅这么讨厌干活吗 她无法忍受这些 严苛又辛苦的劳动 两人吐槽刚说的那些 哪里辛苦了 舅舅表示她能够理解 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 五点后还要跟同事喝酒 她自己也做不到 不过她现在正作为一个冒险者生活着 梅贝露觉得舅舅还真厉害 舅舅一听到被夸厉害 表示自己毕竟在人世界里 是三十分钟内 通关异形战士高难模式的男人啊 她觉得梅贝露可以考虑 依靠动神剑 生活下去不就行了 梅贝露疑惑 身为守护者的自己 去亲自挥舞动神剑吗 正当她怀疑自我时 舅舅再次告诉她 无论别人怎么说 这都是梅贝露的人生 选择自己想要的事情就好了 梅贝露决定先找出 能将冰冻封印解除的方法 她试过去之前提到的山上彩画 但是没发生什么 她认为冰冻的封印和她的心事联动的 自己也想作为一个冒险者活下去 并改掉自己阴沉的性格 萧舅觉得这种个性不是挺稳的吗 梅贝露连忙否认 村里都说和她交流人都不好了 眼睛也总是种种的 舅舅不这么认为 她觉得和梅贝露说话很开心 而且眼睛就像某个游戏的角色一样充满魅力 这夸得梅贝露心花怒放 一旁的动神剑也正不断地裂开 这时舅舅提到 她手上戒指足够养她一辈子了 就当做抢走她饭碗的责任吧 一旁的经文表示 这是第二次了 梅贝露说自己不能收下这个 拔下来想还给她 身后的动神剑都已经流成河了 难道心灵的尖兵在融化了 舅舅让她收着 认为这也算是种缘分 是她今天打到的 世界间有七个之一的天星石戒指 并打算让梅贝露住下来 这时梅贝露希望 能先借她去公共浴场的钱 自己也有段时间没洗澡了 没想到舅舅直接凑过去检查 说她只闻到泥土的味道 梅贝露用手当着舅舅要她别闻了 这时舅舅提到公共浴场的钱 把戒指卖了根本也不成问题 卖掉的钱足够梅贝露生活一辈子 反映过来的梅贝露 身后的动神剑瞬间变成恐怖的样子 这次舅舅终于感受到了杀意 并拔刀上前阻挡 巨大的声响 但隔壁的精灵都醒了 抱着枕头跑去舅舅房前 以为她失眠 自告奋勇要来陪她 结果就看到了不可描续的景象 当她看到手上的戒指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精灵直接召唤出自己的武器 把魔法锁链给砍断 获得自由的梅贝露 朝着她使用冰冻树 两个女人瞬间达成了某种默契 就这样舅舅直接被冰到第二天早上 问两人是不是很过分 一旁的静文和腾公 都认为舅舅真的很过分 静文提到 能把异形战士30分钟内通关 也是很厉害呢 正当舅舅讲授破关秘诀时 静文查到一个12分钟通关的视频 说到网络 舅舅问静文 游戏的北美版是什么意思 静文告诉她 就是同一款游戏在不同区域贩售 相对的语言也是不一样 这时静文拿出翻译软件 Rest from your grave 结果手机翻译是 从你的墓中站起 舅舅傻眼 这是在说主人公死了吗 一旁的腾公发现刚刚的影像 还有还后续 梅贝露推测舅舅 跟他们兵吃衣足一样 是日本巴哈马尔的穿越者 三人倒带重头开始看 静灵问她 睡觉时被强制戴上戒指 这根本就是被兽人睡昏 想必很困扰吧 只见梅贝露似乎蛮喜欢那个戒指 精灵精灵大作 不会多了个情敌吧 梅贝露解释 或许是一世界血缘的关系 推测舅舅和她的祖先一样 来自日本巴哈马尔 这时梅贝露使用魔法 把祖先的样子给化身出来 冰之一族的起源是大约400年前 来自日本巴哈马尔的50阶级男人 一世界的神明 将赐予她一股力量 男人听完说道 给我一把能够斩杀神的道 一旁的静闻兴奋地听着 期待故事的发展 这时精灵打断了她 就只因为 像是有血缘关系的通乡 梅贝露表示 故事正讲到精彩的地方 结果精灵说这种故事 她在故乡的书里看多了 反正巴城市 从神那里拿到洞神剑 并学习一世界的知识 以及语言 最后和村落的巫女相爱 解开洞神剑的封印 一起打败了摩烟龙 并把剑传给世世代代代的子孙 比起这个 她更想知道 梅贝露喜不喜欢舅舅 眼看高潮的部分 都被剧透完了 梅贝露直接哭了出来 她本来还对这故事 有点自信的 精灵赶紧抱着她道歉 这时舅舅激动了起来 跟洞神剑一样厉害的东西 我怎么没有收到 而且神也没跟她说过话 经文提议 不然来看看舅舅18年前 刚到异世界的记忆 这时舅舅开始翻找 沉念回忆 口中还念着 集体凌迟 雏形 一旁的腾宫 感觉自己听到了很多 不太妙的单词 没想到 竟找到一堆骇人的画面 清文傻眼 被狩猎的场景也太多了 舅舅表示自己 一旦睡着 就会任人宰割 当公吐槽 亏舅舅还能活着回来 这时舅舅终于找到 自己刚转生的场景 这是人体复活的神圣魔法 原来舅舅在一世界的肉体 是这样被造出来的 刚重生的舅舅 被误人释寿人 遭到暴打 由于语言不通 遭到更狠毒的暴打 当时他自己还想着 要拿压岁钱 去买游戏卡蛋 结果就穿越到 异世界北围 两人再次感受到了 这份沉重的心情 突然腾宫感觉 听到了什么声音 舅舅把影像的音量调大 我是异世界之神 你是转移之人 神明竟然说起了中文 静雯吐槽 这神是把语言搞混了吗 他决定翻译 刚刚说的话 意思是说 欢迎舅舅来到异世界 神决定赋予他 一个生存的力量 静雯相当兴奋 想必舅舅许了一个 很猛的愿望 比如说 让这些家伙 后会出生在 这个世界的力量之类的 腾宫怀疑静雯 高中时候 有什么不好的回忆吗 舅舅回忆起 当时想的事 只有语言相通 肯定就能互相理解了 原来当时神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舅舅想到 突然能听懂异世界 原来这就是奖励 两人不禁觉得 这能力好寒酸啊 这是影像中的舅舅 用异世界的语言 表明自己不是瘦人 清文觉得舅舅就是这样 跟人互相理解的吧 舅舅说并没有 他被当成 能理解人话的稀有瘦人 被卖到展览馆去了 并且还价值三枚铜帝 正想说后续的舅舅 被两人给打断了 表示想要喝咖啡 就这样三人喝起了 刚泡好的咖啡 在讲痛苦的事情之前 果然还是先来一杯咖啡 做中场休息吧 今天三人继续观看影像 被送去展览馆的舅舅 被嫌弃不值钱 结果一个夜宗刷 却值120枚铜帝 两人震惊 舅舅到底是有多廉价 没想到 连舅舅自己都感到震惊 这时舅舅和静文 纷纷流了鼻血 原来是忘却魔法的后遗症 这是静文一开始 看到的小本子上的记忆 舅舅把小本子拿给腾公 两人定住他只能看第一页 也就是叶宗刷 比舅舅还值钱的痛苦记忆 这是影片中的舅舅被关到 展览馆地下的监狱里 之后的一周 老板已经完全遗忘了他 此时的舅舅开始说起 一连串游戏的内容 两人看着舅舅的心里 终究还是崩坏了 舅舅连忙否认 自己是一方发疯 才和月光在讲话 看脸就知道他还很正常 那个表情 已经让两人不知怎么回应 舅舅提到游戏里的必杀技 舅舅知道美丽又强大的光 没想到光和他说了声谢谢 舅舅突然意识到 是哪位在和他说话 他走了上前 在精灵的引导下 诞生了光之剑 这是舅舅最初使用的魔法 两人想到 舅舅像神许的翻译力量 让他能够听懂不同精灵的语言 像之前在封印都市也是 看来能和姐姐精灵对话的 也只有舅舅 这就是舅舅拥有强大魔法的秘密 这是舅舅才想起 每次和大家聊魔法的时候 都不在一个电波上 舅舅以为能理解那里的语言 是因为玩不懂英语的游戏 也能顺畅无阻的实践能力 两人吐槽 没有这种实践能力 之后舅舅使用光剑逃离了地牢 顺便把小型魔兽也放了出来 离开时 有只魔兽跳到他的肩膀上 突然往他的颈动脉攻击 随后蜂拥而上的魔兽 吵着舅舅跟展览馆的老板撕摇 也看就要游戏结束 他可不想当只会逃避的普通民众 此时舅舅的游戏魂觉醒 他将魔兽消灭掉 并把老板送去安全的地方 舅舅就这样跟剩下的魔兽战斗一整晚 最后把魔兽们化作食物 为表感谢 舅舅还把他们都埋了 舅舅告诉两人 虽然在一世界经历了各种艰难 但也算是有个好的开局了 两人听完傻眼 这算打门子的好开局 眼看也到了晚餐时间 腾公打算回去吃炸鸡 结果听到 后面有从魔兜龙那里 就下精灵的故事 两人超想听这个故事 腾公也放弃回去吃炸鸡的机会 故事发生在 舅舅到达一世界的第九天 他与魔兜龙展开了战斗 舅舅看着被精灵攻击过的痕迹 一招解决了魔兜龙 简单道让腾公对炸鸡感到难过 舅舅朝着精灵走去 精灵以为他是兽人 并且想对他做什么 结果舅舅 只是递上了外套让他穿上 表明自己不是兽人 精灵郑重地向他道谢 舅舅表示举手之劳罢了 结果精灵感情现当场坏掉 说他是个丑陋的兽人 难以原谅的丑陋 舅舅问他刀从哪来的 这时精灵才回过神 赶紧把刀用空间魔法给收起来 当时的舅舅还不知道那是魔法 以为他把刀刺进去 上前把精灵的外套掀起 查看是否被刺上 不顾精灵的反抗 直接拉下拉链 还顺便赞美了精灵的皮肤 精灵受不了这种刺激 用刀灰开了舅舅 只见舅舅默不吭声 约是这种时候反驳 更容易让对方兴致高昂 静温心想 舅舅是遭遇了怎样的学生时代 从那天开始 精灵就缠着他不放了 舅舅觉得精灵真的很坏 上次冻结封印的时候 也不帮忙 本宫提到当时冻结封印 有什么后续 舅舅画面一转 醒来的舅舅感觉身体异常沉重 往前一看 竟然是精灵和梅被露 躺在身上 精灵先醒来了 两人四目相对 精灵解释 北方可是有利用野兽内脏 取暖的方式 经文和腾弓不禁吐槽 这借口已太牵强 没想到舅舅竟然相信了 精灵上前 想继续靠在舅舅身上 舅舅无奈被当成兽人 但最后还是随便精灵了 精灵听完 开心想凑上去 结果还在睡的梅被露 直接往舅舅身上爬去 惹得精灵很不高兴 没想到 梅被露嘴里念着妈妈 并还哭了起来 不是说守住动神剑 就不愁之喝 精灵看不下去 一个手道 把梅被露劈醒 醒来的梅被露 说自己超想工作的 工作赛高 舅舅再次提到戒指 卖掉就不用担心 往后的生活了 梅被露看了下戒指 觉得自己还是要独立 不管精灵怎么怂恶 梅被露还是打算 等快要饿死的时候再说 舅舅提议 不然先让精灵照顾梅被露 精灵把戒指卖了 应该还有不少钱 这是梅被露学起小狗 说完羞耻地把头埋起来 舅舅说 要请两人吃早饭 结果梅被露又汪了一声 三人坐在餐桌 梅被露介绍了自己 是兵之一族的后裔 这是精灵说 叫他精灵就好 他的任务是 回收失散的古代魔法道具 两人吐槽 这么帅的名字骗哪位啊 精灵说自己准备要去上次的小镇 也就是之前当掉戒指的地方 两人心想精灵是打算赎回戒指 看来梅被露带来的危机感不小呢 梅被露问舅舅 今天有什么打算 他打算去附近看看 勇者正在攻克的地下城 说起勇者 精灵提到这五十年 勇者原本处于空缺的状态 听说那人击退了魔兽大军 攻击得到撑送 梅被露说自己也要跟舅舅去 不过他习惯夜间行动 现在开始睡觉下午两点才能醒 所以下午五点再出发 就这样三人就地解散 这时舅舅眼看时间不早了 腾宫饿到趴在桌子上 想念起晚上的炸鸡 他打算请两人吃拉面 三人吃起美味的拉面 舅舅贷不够的钱 又腾宫不上 一个美好的早晨 一世界精灵慵懒地起床 因为拿不到自己的头饰 柔软地伸去 用脚勾住了链子 没等他开心完 突然舅舅进入房门 想要精灵还他外套 但精灵并不愿意 因此舅舅使用魔法 绑住他的手脚 只是没想到脱掉外套同时 施展的魔法 卡住了精灵的手 这时精灵建议 可以暂时解开魔法 而单纯的舅舅 就果断地同意 在解开魔法一瞬间 舅舅直接吃了精灵重重的一拳 精灵还纳闷 为什么舅舅那么的单纯 单吃了重击的舅舅 已经晕倒在一边 于是精灵赶紧帮忙包扎伤口 直接逃离了现场 而看完画面的舅舅 对静闻表示 精灵真的很过分 明明是解他外套 但又不想归还 而静闻却觉得 这不就是一件旧外套吗 不过舅舅还是 交换拿回了一件精灵的外套 而二人想了一下 这应该只有女性能穿 于是就让唯一代表 腾公穿上去试试 但意外的还非常合身 在星期六的早上 腾公有时要去大学那边一趟 向静闻道生再见之后 家里就只剩下舅舅跟静闻二人 而舅舅自己玩起了战斧游戏 同时对静闻说道 就是这些游戏 在世界帮助了他很多 并开启异世界画面说明 这是舅舅与其他冒险者的合作 但画面明明是被其他冒险者攻击 于是舅舅又把画面加快一点 原来刚看到其他冒险者对抗的 是被误以为哥布林的舅舅 这是爱丽西亚提出请求 希望舅舅能帮忙解决 哥布林大军的进番任务 而舅舅果断的同意帮忙 远见哥布林大军过来 舅舅想到好办法 想学战斧的技能 已由哥布林过来 好让他们掉落山谷 但多次使用战斧游戏的绝招 瞎忙半天全都失效 最后还是一刀直接结束 并且称赞起这游戏技能是真的有用 而金文觉得这也太牵强了吧 画面再回到原来异世界中 冒险者同班很开心 有这次舅舅的帮忙 正当金文以为 他们会是伙伴关系时 这是爱丽西亚提到封印都市的结界 于是舅舅想到了之前是他毁的 所以心一狠 就用忘却魔法 让这次的伙伴们丧失记忆 而金文以为他们的伙伴关系缘分就到这里了 但舅舅说 其实他们还有再次见面 同样的开场 舅舅都是被当成魔物攻击 后来舅舅询问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而女孩说 前面的祠堂已经变成魔物的巢穴 但他们从村子接到了任务 却有点打不赢 这时舅舅询问这怪物 是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女孩形容的很像是 隔壁棚的索尼 但舅舅身为SEGA支持者 认为除了打架 应该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 这时怪物终于现身了 原来真的只是一只刺猬 而这时舅舅也跟金文说起 在世界中认为的刺猬 其实跟地球上的完全不像 但金文觉得 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 他与魔兽的对话开始了 舅舅询问 魔兽为什么要攻击人类 是因为要保护什么 还是领地被人类破坏了 但魔兽只是觉得 因为看他们受伤很有趣 于是舅舅不留情的 直接灭了这只魔兽 而今天也是舅舅能真正开始与魔兽间进行对话 这时腾宫手机响起 原来是一早腾宫遗忘在这里的 而金文认为 这手机对于腾宫来说非常重要 于是舅舅带着金文从窗外飞了过去 这时金文看到一个红发男生 正搭着腾宫的肩膀 而舅舅表示 你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他向精灵借了一些的力量 让金文可以在这一个小时中自由地使用 而这时金文以身为朋友的立场 要过去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正经的人 于是金文突然地出现在腾宫面前 而腾宫非常的压抑 这时金文拿出了腾宫的手机 并凶狠地看着眼前红发男子 但金文突然意识到 原来他是千秋 而这孩子原来是腾宫的弟弟 目前还是小学生 这时舅舅也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原来小学生现在都发育得很好啊 而腾宫这时想和弟弟介绍说 这是之前跟你说过的YouTuber 舅舅也很大方地说 自己是异世界的频道主 但千秋却完全不知道 腾宫这时提起 刚刚气势汹汹地过来是为什么 金文以为千秋是腾宫的男友 怕他被伤害了 腾宫又说如果他真的是渣男 金文要怎么办 金文使用了刚建来的魔法 复制了自己与腾宫 并将正式的腾宫带走 然后说起 到时候应该可以使用魔法来应战 忽然腾宫想起 小学的时候好像曾经有被高年级围起来 结果金文冲进来的这段记忆 但不记得正确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于是金文就帮忙叫出腾宫的记忆来确认 结果画面一出 双方正在互相表现 但腾宫一拳就打倒了高年级声 这是金文跳出来劝架 并且说腾宫可是女孩子啊 而金文跟腾宫都觉得 原来我们的记忆都错了 而腾宫说自己看起来更像是加害者 而大家一直在找寻的勇者 这也即将出现 舅舅开启了画面 在一世界中 询问勇者不是在这附近吗 这时女孩从伙伴旁戒了一把剑 然后说自己就是那个被命运选中的勇者 通败让她别把剑往奸鹰的地面上插 于事件就磨损了 埃利西亚只好下跪求饶 而他们三人才刚成为冒险者不到半年 舅舅使用记忆魔法关开事情的缘由 原来他们因为击退了哥布林大军 所以被司机拱成了勇者 但其实那是舅舅打倒魔兽的功劳 不过三人被试了诗意魔法 所以都不记得当时发生什么事 正是埃利西亚提起瘟疫之城的结界复原 与舅舅有关吧 表示自己能够理解 获得没必要名声的辛苦 所以他不会说出去的 本想用诗意魔法的舅舅也就放过他了 之后舅舅与他们同行了一段时间 他们来到深岸迷宫 准备要进行攻略 舅舅透过记忆投射 看到儿时的三人 他们预定长大后要一起去深岸迷宫 寻找传说中的舅舅魔杖 当他们刚踏进地下城 舅舅便施展魔法 找到了抵达终点的捷径 于是他们拿到了舅舅魔杖 但是过于轻易 导致没有喜悦的感觉 意会的舅舅对他们施展了失忆魔法 直接和三人重新攻克地下城 费尽千辛万苦后 他们终于再次拿到了舅舅魔杖 明显比刚刚开心多了 但是舅舅认为对三人来说 真正的结局 应该是凭借三人的努力而成功的 所以他想要消除与他们同行的记忆 正当舅舅要下手的瞬间 爱丽西亚表示 今天四人一起实现的事情 他一定不会忘记的 舅舅也就放弃使用失忆魔法的念头了 表示自己有事要去往都一趟 爱丽西亚递了三张恢复手符 作为回报 舅舅也就向三人道别了 画面一转 士兵们把舅舅当作兽人 被绑住的男人表示 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但舅舅只需要使用魔法 便能读取男人的记忆 决定勇者的人是斯基 得知现在正和军队总司令秘密见面 于是舅舅顺移来到王都的司令部 因为爱丽西亚他们被赋予了 与实力不符的称号 多少为他们感到担心 原来司令部跟斯基有所勾结 本来就想牺牲勇者来激起国家危机 接此增加军费谋取司令 此时舅舅十分愤怒 司令觉得他并没有错 成为冒险者 冒着生命危险 本就是他们的选择 舅舅觉得这人就是混蛋 此时经文相当兴奋 这就是在人权一时不及的一世界 以现代伦理观念 批判他们的好机会 期待舅舅会说出什么反驳的话 怎料舅舅直直无无说不出来 毕竟舅舅是个二十多岁 连打工都没有的年轻人 面对人家干部等级的大人物 当然不知道怎么开口 于是他决定变身为最强生物 来渡过难关 而这人就是舅舅初二十的班主任 没有一个巴掌没办法解决的 如果有就再一个巴掌 于是司令就臣服于 班主任的淫威之下 正是一个女人挡在前面 本想帮司令说话 结果却遭到班主任一巴掌 但是司令表示 这一切都是为了亡国 三年前开始 魔毒龙与魔炎龙相继被打败后 有人打破了世界的秩序 导致周遭动荡不安 而他说的人很明显是指舅舅 然而就在这时 一股寒冰朝着舅舅袭来 而此人正是梅贝露 当他发现敌人是舅舅的时候 两人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 在刀刃相动之下 速度之快 导致无法看清两人的动作 但是实际上 两人其实坐在角落观战 他们使用兵创造出来的幻象魔法 让两人的替身在前面战斗 而梅贝露之所以在这里 是因为他成为了王国的正式骑士 感应相当不错 比起冒险者就是垃圾 起初他因为野兽长袍被骑士猎捕 他使用动神剑进行反击后 实力获得了骑士的认可 他打算让替身取得胜领 让舅舅来坐他的部下 跟他一起工作 但是舅舅可不想放水 觉得应该要拿出全力应战 梅贝露被他吓得瑟瑟发抖 难道不觉得自己很可爱吗 而舅舅觉得他确实蛮可爱的 刺使梅贝露的脸 像挤一颗熟透的苹果 而因为舅舅太想赢了 导致幻想都变了呀 所以被骑士团识破 司令觉得梅贝露是 舅舅派来的间谍 不然怎么解释 兵之一族露宿在外的理由 而梅贝露当然说不出口 自己无知 然而就在这时 梅贝露两眼无神 往舅舅砍去 甚至波及到一旁的骑士 舅舅拿出恢复咒服 为受伤的骑士治疗 他使住真格向梅贝露冲去 才终于让梅贝露恢复一时 而操控梅贝露的人 正是躲在角落的司机 舅舅强烈谴责司机 觉得他一定是想做 瑟瑟的事情 舅舅问司令 确定要跟这种人 有所勾结吗 大家被舅舅的话语出动到 希望司令就此收手 当他看到班主任 他最终还是点脱同意了 这难道就是教育的力量 舅舅说自己也能够帮忙 当有危机 就想天空呐喊他的名字 最后他拜身成魔炎龙的样子 刚司令见到三人时 直接道歉就好了 多半会原谅他的 说完便飞向天空 而舅舅把一切都归功于 尤其给他的道理 至于梅贝露则被骑士团解雇 这时腾公注意到 庆文的脸不太对劲 舅舅觉得应该是受魔法的影响 庆文提到之前向舅舅借了魔法 他缩短了魔法的吟唱时间 舅舅认为是命令的口气 得罪了精灵 而其中的形貌精灵 会把人变成亚龙人 舅舅表示交给他处理 他使用变身魔法 将自己以及金文变成了恐龙 这天是个大热天 舅舅和金文连个风扇都不开 甚至连游戏机都烧坏 索性靠着网络的教程 修好了游戏机 这时腾公带着冰淇淋来家里 他问舅舅怎么不用冰的魔法 把房间变冷 由于变成亚龙人后 思考模式也会变得迟钝 以至于没想到这种事 腾公劝他还是买个空调吧 但是他们的钱包不允许 腾公提议不然把平时 看的一世界录像 发不到频道上呢 景文坚决反对 倒是会被网友谴责过于血腥 等种种问题 这时腾公突然好奇 精灵们长什么样子 景文在相依世界的精灵 该不会是美少女的形态 但这就表示 他们不过是某种现象概念的集合体 两人怀疑那种东西 是能对话的吗 舅舅说你看我的样子就能明白了 这时舅舅突然要买牛头 原来是并知精灵要求他们支付 空调魔法的代价 因为做了跟以往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败寿礼和寒暄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照做 地球所有平原地区 将会被冻结十年 这么一说 人类的生死 不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就在此时 舅舅的手机响起 另一头的冰之精灵表示 鱼头也是可以的 对于精灵来说 不管是牛还是鱼 并没有什么区别 大概都被粗略认知为生物罢了 看着鱼头 舅舅不禁流下口水 而正是因为之前变成亚龙人的副作用 如果变身时间太长 可能就变不回来了 提起他上次离开王国后 已经一个月都保持摩颜龙的形态 他的精神逐渐被摩颜龙的思考模式支配 如果放任不管 一辈子都会是龙了 而一切只是因为 舅舅想要耍帅而已 就在这时 精灵小姐现身来找舅舅 手上还带着赎回来的戒指 毕竟是摩颜龙的冒牌货 对付起来并没有相当棘手 这还是经文第一次看到 幻想般的一世界战斗 因为舅舅的战斗 不是被吊起来就是秒杀 精灵使出全力 即将舅舅打晕过去 并将额头抵在舅舅头上 一同往下坠落 这才让舅舅恢复原状 但是商会的出现 打破了这份瓶颈 他们本来是来讨伐巨龙 结果却被精灵给抢先了 威少的商会董事 剔头就向精灵催钱 但是明明还没到还钱的时候 正让精灵觉得 这帮人是来找茬的 而男人早就事先调查 精灵的身份 精灵是艾尔加王族的千金 他们不断调戏精灵 是个欠钱公主 景文和腾公很是压抑 精灵的身份 但是舅舅却表示 没什么好压抑的 表示游戏里 也很多王子和公主的身份角色 而精灵本想向他们拔剑相像 结果却被暗制盟约束缚了行动 以自身作为担保 却无法对他们使用暴力 要么还清债务 或者成为男人的东西 男人打算和身为王族的精灵结婚 借此壮大商会 因为精灵帮他恢复了过来 虽然搞不清状况 不过自己应该是还清了人情 于是偷也不回地打算离开 原来将就几天没洗澡 觉得自己很脏 但是精灵说 刚报警绞杀他的时候 没闻到什么 这么牵强的辩解 九九竟然信了 此时一旁的男人气得炸毛 男人故隆的巨兽猎人 想出手管教欠款的精灵 正当精灵决定 把所有人灭掉的时候 九九竟然又变出一颗戒指 帮男人戴上 想用全世界仅有的其枚西式戒指当作还款 身后的精灵可生气了 他拼尽全力才把戒指输回来 结果男人那么轻易就获得了 顿时地面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碎成了一块块的石头 危机之时 九九一把抱住他往泥沼里跳 而上面的男人因为戒指太小 拔不出来 无心距离会底下的两人决定要离开这里 而部下们纷纷祝贺老板成为新酒吗 真是可喜可贺 当舅舅得知精灵为了赎回戒指才寄钱时 觉得他根本不需要这些金银珠宝 因为精灵已经足够漂亮了 好叫精灵转移话题 说舅舅浑身脏兮兮的 舅舅起身想要找地方洗澡 精灵听闻带他去附近泡温泉 他没想到舅舅还蛮爱干净的 身为冒险者 自己一个月没洗澡都很正常 而舅舅觉得精灵很脏 于是就被追着暴打 这事空调魔法 让室内越来越冷 但是他们却不敢打开窗户 神怕得罪冰至精灵 让世界毁灭 画面一转 一世界流行起寄生型魔物 似乎是吃鱼感染的 舅舅冲回旅馆 查看两舅妈的肚子 检查完没被录 接着是精灵 这个场面引来了没被录的测效 于是就被精灵出鼻伺候 结果被感染的人竟是舅舅自己 由于画面过于恶心 经文和腾工 让舅舅把画面关掉 这天他们打死都不吃鱼 于是他们叫了披萨外送 这个女人是腾工的闺蜜 她叫做小泽 因为担心闺蜜被渣男骗 所以向亲自来静文家里 一探究竟 结果却遇到千秋 小泽并没有认出 这人是腾工的弟弟 他被千秋和静文带去楼上 期间小泽听到两人 在讨论抓到一个母的 打算再抓一个公的 但其实两人只是在讨论昆虫 一进屋就看见被供奉的鱼头 诡异的形象让小泽不解 腾工问静文 舅舅什么时候回来 请问说他刚立了旗子 精灵会带为转达的 提醒他不要用飞的回来 毕竟要是知道 舅舅的秘密 就会被施展施衣魔法 最坏的情况 就是人格会受到影响 小泽心想 这里该不会是邪教组织 抓住腾工就想往门口跑 就在此时 舅舅回来了 舅舅对小泽露出礼貌的笑容 小泽误会舅舅是这里的教主 希望他能放过自己的好闺蜜 经过腾工一番解释 才知道舅舅是位YouTuber 而小泽为了测试静文 是不是渣男 凑上前问他要不要看 他和腾工的照片 静文表示当然好 小泽想看静文 会不会盯着腾工的胸部开 静文毫不犹豫地把照片放大 结果只是不斗问 后面的男人是何人 这时小泽好奇 腾工以前长什么样子 静文觉得腾工以前还蛮帅气的 类似现在的千秋 说到千秋 让小泽不禁感到怀念 两年没有见面了 静文则说千秋就在这 小泽脸黑到不能再黑了 这时腾工走过来 将千秋往静文推过去 看静文没什么反应 竟把小泽往静文推过去 静文害羞地假装滑手机 看来对异性还是有反应的 于是把自己凑到静文身后 静文一阵慌乱 竟朝自己脸上打 鼻子都流血了 就在这时 舅舅听到他们在讨论 小舅和腾工 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打开魔法录像 两人赶紧提醒舅舅 舅舅这才一时过来 抓住两人的头 准备使用诗意魔法 腾工马上把两人拉走 事后腾工对于舅舅 擅自想把别人弄诗意的行为 感到生气 让舅舅想到在温泉时 也有人跟腾工一样反应 他们以为会有什么香艳的画面 舅舅则表示记忆精灵 会避免暴露的画面 结果画面一打开 确实舅舅 两人纷纷要求快转 舅舅和精灵来到旅馆 这里是穿越者所开的店 听说只花了十天就盖好了 而这位来自日本的穿越者 早已不在人世 就在这时 旅馆的负责人出来招待两人 才能进门 舅舅就把负责人的欺小瞎到 泡完后 两人穿着浴衣出来 此时精灵早已盘算好 要和舅舅住同一间房 说因为没有其他空房了 还不忘傲娇地说 自己也不想和他住同一间 一旁的小妹妹 没搞懂精灵在说反话 正打算给两人分房 精灵一个摸头 就让他瑟瑟发抖 两人进屋后 精灵就对眼前的榻榻米感到新奇 一旁的舅舅 把被褥拉到另一个小房间 表示他睡这里就好了 这让精灵感到相当失落 亏自己辛苦找了舅舅一个月 这时舅舅从身后冒出 为报答精灵的恩情 表示泡完澡后 按摩效果会很好 精灵不断喊痛 舅舅却说会痛表示有用 不顾精灵的反抗 坚持要帮他按摩 一阵打闹后 两人的姿势相当微妙 旁边的腾公表示 大家都成年人了 希望记忆精灵不要答吗 然而就在此时 舅舅发现门外 有人在偷看 结果竟然是勇者一行人 带头的爱丽西亚 干净解释 只是在意他们的关系而已 精灵这才知道 爱丽西亚他们是勇者 他展示了手上的戒指 表示这是舅舅为他戴上的 至于中间发生什么事 并没有告诉爱丽西亚 确认爱丽西亚没有被舅舅戴过戒指 就想帮他促成一段关系 问起他的同伴 要不要比武决定 看谁能获得爱丽西亚的芳心 结果两人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肯公心想青梅竹马 这没有竞争力的吗 而勇者一行人来这里 是打算修行的 自从攻略了深恩迷宫 他们深切感受到自身的不足 爱丽西亚还把魔障 涂成白色的 只因为这样比较可爱 精灵心痛这世上 可找不到第二把一样的古文物了 一听到修炼 舅舅好奇是类似必杀技的招式吗 爱丽西亚好奇他们在讨论什么 于是舅舅直接使用魔法 观看他的记忆 这时精灵看到 被当成两衣杆的剑鞘 大惊失色 闻到发现地点后 立刻动身前往所在地 要过去收回 正当精灵才敢离开 旅馆便遭受了魔物的袭击 魔物使用催眠术 让小妹妹开门 只见舅舅念咒都没反应 原来被风魔鸟限制了力量 风魔鸟糊出的气息奇臭无比 臭到让精灵们直接罢工 所以必须要打倒他们 才能使用魔法 没有魔法帮助的舅舅 体能上属于扎一般的等级 在战场上完全不行 至于爱的加和莱卡 认为不能一直在他背后 受到照顾了 毕竟他们憧憬他的强大 才让他们变强 静文和腾公一听 觉得就是在指舅舅 搞得他有点不好意思 舅舅就被打脸了 气神说要去上厕所 随后两人也提起舅舅 也是个厉害的家伙 清文和腾公赶紧去掉舅舅 提这件事 结果他根本听不进去 让两人先不要管他 于是他们只好回去 继续看路下 舅舅拿出魔法符咒 对付风魔鸟 首先用风的符咒冲上去 再来利用火的符咒 以暴空中 最后利用兵魔法做出缓冲 从高处降落 但还是让舅舅震到疼痛 此时 幸存的风魔鸟 从高处飞下 危机之时 一道紫光射杀的风魔鸟 正当两人看不懂 什么情况的时候 舅舅终于从厕所回来 解释刚刚是精灵做的 剑桥的正确使用方法 竟然是当枪使用 实在是太牛逼了 为了能让舅舅看向自己 竟然用射击来引起她的注意 新闻吐槽这次是精灵不对了 解决完风魔鸟后 舅舅会去找爱丽西亚他们 结果却看见被催眠的三人 追着爱丽西亚奔跑的画面 舅舅想到她手上的魔杖 或许有解除催眠的办法 于是学习精灵 在魔法道具上转来转去 结果触发了魔杖的开关 魔杖飞到空中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舅舅下意识护住了爱丽西亚 等反应过来时 舅舅已经压在爱丽西亚身上 魔杖发出无害之光 暂时挡住了三人 舅舅让她趁现在 使用解除催眠的魔法 但她表示释放魔法 需要内心平稳才行 简单来说 就是要舅舅不要一直盯着她看 等两人起身后 爱丽西亚使用魔法 解除众人的催眠 就在这时 魔物从身后下来 没想到爱丽西亚使用伙伴的技能 一击打败了魔兽 其实这是魔杖强化后 是精神同步后的魔法效果 加上神明的力量 强度也大幅提升 让她拥有了 能够成为勇者的实力 醒来的魔兽沉沦逃跑 并且撞破了围墙 引来了大批的炎杀兽 就在此时 舅舅终于能够使用魔法 她使用禁锢魔法 限制了炎杀兽的行动 随后使用水之魔法 展开了领域 炎杀兽挣脱了锁链 一无缝地往舅舅冲去 然而他们却被 以水行他化作的蛇 抓到空中 舅舅一个咒语 瞬间爆炸 大量的雨水从天而降 刚好把旅馆烧起来的火 给浇灭了 危机解除后 旅馆负责人向众人 表达感谢 小妹妹也跑去 向舅舅道歉 自己不应该以冒取人 置于破掉的外墙 舅舅先用结界 把动不上了 开放的露天温泉 让负责人他们很兴奋 没什么特色的旅馆 终于有些卖点了 战斗过后 舅舅又跑去泡澡 此时爱丽西亚也来到了这里 舅舅还以为她没穿衣服 赶紧把眼睛遮住 没想到这时 爱丽西亚衣服上的绳子 却掉了 于是舅舅迅速使用 湿液魔法 正在回国的舅舅 看到后也遭受了副作用 当场流了鼻血 而爱丽西亚还不知道 舅舅使用了湿液魔法 看舅舅表情一脸淡定 觉得是对她这样的小孩 没有兴趣 舅舅说自己也才刚满20岁 此话一出 爱丽西亚相当震惊 还以为舅舅30多岁 没想到竟然和她同岁 而且追问下 还比自己小两个月 不过爱丽西亚说 自己生日有可能是错的 因为她没有9岁以前的记忆 让舅舅使用光看记忆的魔法 十余年前 爱丽西亚差点被哥布林给带走 索性被村里的自卫队救了出来 也许是被打到了头部 导致之前的事情想不起来 她的家人 恐怕是被哥布林杀死了 之后她就被主教收养 直到现在 因为没有以前的经历 所以她很珍惜 每一段经历过的回忆 这时舅舅出于愧疚 说自己曾消除她两次记忆 一个是一起打倒 哥布林军团的时候 第二则是利用捷径 攻略深暗迷宫 爱丽西亚听完 觉得抢了她的功劳 而且舅舅甚至把 封印都市的结界给修复好了 完全就是勇者的行为 但舅舅透露 当时破坏结界的也是她 爱丽西亚疑惑 难道舅舅喜欢 以玩弄居民的生命为了吗 舅舅说自己是从别的世界 穿越过来的 本来以为对最强结界 施加最强魔法攻击 也许可以让时空产生扭曲 就能够回到原本的世界了 结果只是结界被破坏而已 爱丽西亚希望她 不要再使用这种魔法了 因为她不想要忘记舅舅 也不希望舅舅忘记自己 于是舅舅答应 以后不会再消除她的记忆 就是爱丽西亚想到 刚刚她好像也用了这个魔法 为了遵守约定 舅舅坚持要回想起来 毕竟是自己主动要求的 爱丽西亚只好 勉为其难地答应 正当她准备好 要重现刚刚的画面时 突然一道紫色的光 从山上射过来 打破舅舅设下的结界 而此人就是精灵 粗意大发的精灵 疯狂向温泉射击 吓得舅舅赶紧往外逃走 就这样 舅舅觉得那次的温泉之旅 根本就是地狱 知道舅舅想法的腾公 觉得她是不是消除记忆 太过频繁 脑子有点不太正常了 刚刚在厕所 也是把记忆消除了吧 但是舅舅表示 并没有使用魔法 而是使用她自创的 抹杀情感之术 无论遇到多讨厌的事 只要不用心感受 就不会受伤 问两人要不要也试试看 腾公马上就拒绝了 然而静文却进入了状态 认为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她都能够克服过去 温泉世界结束后的一个月 舅舅接到讨伐 歌唱魔物的委托 她从过去准备收拾魔物 结果看到的确实人 舅舅及时刹车 撞了上去 才发现唱歌的 竟然是梅贝露 问她怎么会 一人在危险的森林 梅贝露解释 有了野兽织袍的幻影魔法 舅舅也不用担心 在玩露宿 被魔物袭击了 这时舅舅一惑 她不是找到了骑士的工作吗 梅贝露无奈说道 舅舅的视野真是狭窄 但静文和腾宫知道 她只是在装逼罢了 总而言之 梅贝露打算在这里 一直生活下去 恐怖的冰雕 也是为了不让人靠近 既然梅贝露 不打算离开这里 舅舅决定使用武力 打倒她 毕竟她都接了别人的委托 来讨伐唱歌魔物了 梅贝露瑟瑟发抖 表示明天就会离开这里 正当她在烦恼之后的去处 舅舅为上次给她的戒指 卖了吗 但梅贝露说 要好好留着 不会卖掉 这时舅舅提议 不然梅贝露去当一有识人 赚钱好了 觉得她唱歌很好听 如果去日本演艺界 或许可以赚很多钱 梅贝露觉得 那也太赞了 真想去日本 说着 便勾起舅舅的思想之情 梅贝露看舅舅那么寂寞 想为她唱故乡的歌曲 希望能让她开心点 新闻和腾宫好奇会是什么歌 结果竟然是 游戏厅里抓娃娃机的音乐 舅舅还说 这本来是磁味索尼克的背景音乐 原来到头来还是世家 听着听着 舅舅倒在梅贝露的大腿上 露出喜极而泣的笑容 就在这时 草丛里躲着一群人 而他们是之前的王国骑士团 他们监视梅贝露 想借此找到舅舅报仇 弹筹还没报 就被人瞬间干掉 而这人正是静灵 他充满杀意盯着互动亲密的两人 连静文和腾宫都能感受到 清明的杀意 就在这时 舅舅突然想要回味游戏音乐 却发现搞错女主角的名字 他无法接受 自己犯了这种错误 让他感到很消沉 连直播都没有动力 腾宫觉得只是记错名字 没那么严重吧 但舅舅表示名字很重要 连静灵都这么说 静文和腾宫一听 马上要求舅舅打开魔法录像 隔天早上 精灵找上舅舅 很不满他和梅贝露昨晚的事情 还有跟爱丽西亚在温泉轻轻握我 抱怨舅舅都不叫自己名字 但舅舅反驳 精灵又没告诉过他名字 精灵表示 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没报上真名 结果舅舅很干脆的讲出来 精灵没料到他会告诉自己 想知道名字怎么写 于是舅舅写了出来 还教他怎么念 还说以为精灵没兴趣才不说罢了 精灵挥嘴名字是很重要的 这时舅舅问他叫什么 由于实在是太长了 舅舅帮他取了翠的绰号 因为精灵的眼睛就像是翡翠宝石般美丽 这句话搞得精灵心花怒放 他希望翠跟舅舅的真名 能成为两人之间的秘密 因为他想独占这份关系 这时没背路来找两人 精灵心境大悦还展示了手上的戒指 舅舅很在意前面的神词 因为没被路上的歌里有提到 如果一帮战士经历三座神词的考验 或许会发生什么事 至于其他两座在哪里 记忆的小精灵主动帮三人给标了出来 一个是和爱丽西亚一起击败哥布林大军的时候 第二则是刺杀手占领神词纳斯 原来早就被舅舅给破坏掉了 画面中舅舅破坏了一记 引出了失控的神之力 认为把他带来一世界的 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所以只要把神词的力量打倒 或许就能找到回去的办法 他一开始就使出最大火力攻击 但是神之力没有尸体 所以攻击起不了作用 加上神圣魔法能够复原周遭的一切 于是死在这里的魔兽直接复生 精灵和没被路 尽管消灭了这些魔兽 还是会不断的再生 舅舅打算冲上去烧个金光 没想到的是 舅舅反而被神圣魔法操控住 望精灵和没被路使出巨大火魔法 精灵拿出符咒 想要做出防御 结果却被烧掉 前军一发之际 没被路使用了动神剑 保住了他们性命 就在这时 勇者一行人赶来制服舅舅 他们本来是来讨伐歌唱魔物 却发现那人竟然是舅舅 为了解除他身上的操控 爱丽西亚打算用魔杖的力量 将他唤醒 他来到舅舅的内心 看到舅舅一直盯着冰冷的黑色箱子 但他不知道那是游戏机 以为看见舅舅内心的黑暗 实在是太可怜了 舅舅凭借意志力告诉他们 不懂的事情可别乱说 明明就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随后他强行把意识拉回来 掏出一个瓶子往神之力丢去 而瓶子里的正是魔颜龙 打算让魔颜龙把神之力吸收 自己再将魔颜龙给打倒 但是爱丽西亚感到疑惑 透过神圣力复活的魔颜龙 拥有超强的攻击力 而且靠近的话 精神还会受到控制 堪称无敌的存在 到底要怎么打倒呢 舅舅表示 还有动神剑呢 此时的玫背路 早已瑟瑟发抖 威仪的希望 看起来相当不靠谱 精灵认为还有胜算 他手上的古代魔具 能够凝聚魔力 只要将舅舅巨大的魔力 注入其中 在最后一刻全部释放出来 就能够打倒神话魔颜龙 至于精神操控 不用担心 精灵头上的宝石 能够阻断精神系攻击 至于龙的吐息 只要使用防御魔法 就能抵挡了 根本就不需要动神剑 一旁的玫背路 敢怒不敢言 这时爱丽西亚叫住了舅舅 当时舅舅讨伐哥布林 还没有像其他两人说 但是舅舅觉得没关系 他反而比较在意 温泉消除的记忆 这么害羞的回忆 爱丽西亚实在是难以启齿 只有在这时 速捅精灵打断了两人 用着三人组拉过来介绍 这时每被鲁高冷的 自我介绍起来 曾经他可是骑士团的正规骑士 和他们这群冒险者 是不同的存在 成功在三人心中 留下了距离感 这时众人才想起 旁边还有一只魔炎龙 但是现在还不是时机 要等他完全复活才能出击 否则会回到 不稳定的狂暴状态 话才刚说完 精灵伸出双手 想要抱抱 原来精灵需要保存力量 所以只能让舅舅带着自己飞了 在精灵再三逼迫下 舅舅竟然直接使用禁锢魔法 将精灵一把吊起 众人都沉默了 精灵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被当成心理对待 反倒是梅贝露格外开心 以为没有自己的事了 说完就想要闪人 结果他不管走左边还是右边 都被魔炎龙死死的盯着 看来他对于兵之一族相当怨恨 舅舅提议 不然就让梅贝露来当诱饵 这样攻略起来一定会更轻松 梅贝露怕得要死 张着自己有洞神剑在 迫不得已冲了上去 结果魔炎龙掀翻石块 轰向梅贝露 就在紧要关头 爱丽西亚尽时挡在前面 把岩石炸上碎块 表示自己会守护梅贝露 这一刻梅贝露有种心动的感觉 总算引开了魔炎龙 这时舅舅注意到 精灵沉默不语 问他是不是没有自信解决魔炎龙 那刚刚为什么 要说能赢呢 精灵觉得如果不这么说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怕得无法动弹 而且舅舅的座右铭不就是 危机也是机遇 舅舅有些惊讶 没想到精灵会计的 这时魔炎龙终于彻底觉醒了 现在正是时候 两人一跃而起准备行动 受迫迎来的攻势 就是龙的吐息 他们使用防御魔法 扛下了攻击 紧接着舅舅将精灵抛上去 梅贝露使用动神剑 牵制住魔炎龙的行动 舅舅使用强大魔法 往古代魔剧注入 两边撞击下 无数冰块从上面掉落 精灵用尽全力使出强力魔法 魔剧变成紫色的雷电光束 朝着魔炎龙劈去 这下终于打倒了魔炎龙 然而天空上的精灵 往下坠落 舅舅见装使用加速魔法 冲上去抓住了精灵 结果他只是装的 拉着舅舅一起下降 舅舅顺时抱住了精灵 这让精灵心欢怒放 底下的两舅妈 投来了羡慕的眼神 等他们降落 舅舅感谢大家的帮忙 特别是梅贝露 明明那么害怕 却还是挺身而出 梅贝露听得很不好意思 为了掩饰自己的害羞 说爱丽西亚也想要飞高高 舅舅二话不说抱起她 直接在天空上玩耍 精灵的脸黑到不能再黑了 这时舅舅还向梅贝露道谢 昨晚那首歌实在是太棒了 为了表示感谢 舅舅又送给她一枚戒指 美贝露也不打算卖掉 觉得还有增值的机会 精灵觉得自己是不同的存在 她可是知道舅舅的真名 怎料下一秒 舅舅就把自己真名说出来 精灵当场崩溃 两舅妈生怕精灵暴走 觉得以前取的名字比较好 精灵气得拿小圈拳捶舅胸口 结果封印摸烟龙的瓶子掉了出来 精灵不懂为什么要留着那东西 原来她刚看到精灵的一幕 在大导龙的瞬间 巨大的能量互相冲击 发生了时空扭曲 如果将摩烟龙和其他强大力量融合 或许能够借助更大的扭曲回到日本 这话精灵可不爱听了 对舅舅就是一阵暴打 精文和腾公都傻眼了 不过舅舅也找到回去日本的线索了 腾公马上局一反三 所以舅舅把摩烟龙培育得更强 然后通过时空扭曲回来的吗 结果精文及时打断腾公 他可不想要背剧套 这时众人都觉得有点饿了 舅舅请两人吃了拉面 回去的路上 精文回想这一年发生很多事情 从开始上传视频 当起YouTuber 还遇到好久不见的老朋友腾公 第一次看到舅舅还很尴尬 现在大家都混熟了 回到家后 精文发现记忆投影自动播放起来 结果是舅舅被当成兽人时 不看回首的记忆 一世界归来的舅舅 终于完结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掌握更多精彩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